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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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從片介紹員 我是水小姐 今天為了就是幫大家挑選自己 最適合的床墊 所以拍了這部影片 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挑到自己最適合的床墊 房間的床墊有分兩種 一種是傳統式的連結式彈簧 然後另外一種是獨立筒 連結式彈簧的話 床墊比較偏硬 比較適合睡硬床的人睡 然後如果是獨立筒的話 它有它的優勢 獨立筒的話 然後像是如果 你這邊睡的話 另外一邊翻身 它是不會有異想的 可是獨立筒的話 它的舒適層會 有些會做得比較厚 然後有些會做 就是像是有分高密度泡棉 以及還有 乳膠墊 還有Q彈簧 這幾種 像我身後的這一床的話 它是 它是連結式彈簧的床墊 它是屬於比較偏硬一些的 其實它上面有一層 就是一公分的乳膠 所以它睡起來也不會太硬 然後像這床的話 它是2.3mm 20%的彈簧加輔助 然後它是針紮線 然後像它這一床的話 它是上面這一層是 3分的恆溫的梳油油 然後還有 它的高度的話是 20到21的高度 然後它 這床它是可以 冬夏兩睡的 它下面是那個 下面是 這個是 竹席 這是塑膠藤 它可以 就是夏天可以睡這邊 冬天可以睡這邊 對 然後我們這床 也是 台灣製造 然後鬆鋼的彈簧 像床墊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過來試躺看看 因為大家 個人的睡 睡感是不同的 所以歡迎大家來我們門市來試躺看看 然後我們門市也會有專門的人員 可以為你介紹 然後幫你挑選適合的床墊 以上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